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随着台风逐渐靠近 气象集持续发布 今年西北太平洋上 第11号台风 侵入台风白露的海上台风警报 也随着它在逐渐接近 我们在下午2点半 发布了包含绿岛蓝宇的台风 先说震惊的好了 学生就是要念书嘛 所以就是上课来说 在大一高级的学校 就太陌生了 可是我发觉老师在上 天气学和天气分析的时候 觉得真的很有趣 那时候就突然间对大气科学 这种学问开始产生了好感 就到大二大三学到重点科目 譬如像大气动力学这些 我没想到我会喜欢 虽然有很多理论 可是一些理论你可以去理解 理解以后你就会把故事背起来 而且他觉得在学的过程中 他和你之前的那些基础科目 可以沿在一起 甚至到研究所学到一些高等天气学 更把很多东西串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你们非常有趣的学论 而在大学中最喜欢的那些社团活动 我参加的是华康社和服务 我们在很暑假 都在乡间去对包括年长者 还有年轻人以及你家学的学童 我们会在不同对象不同的方式去提 陪伴以及指导 那因为在和不同的接触中 而且和不同的社团的接触中 我觉得对接触都未来 都是为对我在工作上有很多方法 或者我在工作上对不同的人的谈的方式 接触的方式甚至心 因为我喜欢服务大众 刚好做气象语报 以及把讯息告诉大家 这样的工作也是服务大众 那我很高兴也很庆幸 我能做这样的工作 老实说以前对气象语言真的没什么印象 我只知道如果我要运动 或者我要篮球比赛 或是什么比赛的时候 我就看一下气象报告 我那种印象中小时候就是红红年 长大以后就是人必云 他们好像就可以告诉我天气会怎样 我就可以知道 我到底可不可以去跑步或是比赛了 到工作以后 他觉得原来我也是成为了另外一个人命 在基隆北海岸地区 东北部地区 有一些短暂降雨的现象 从开始工作的前20年 其实做天气领报上轮番的 我们24小时都要远值 我们在夜里和白天的工作都是一样的 我们不断要监测天气变化 分析观测和预报的资料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 之后发布天气的预报 特报或警报这些资讯 提供民众朋友的参考使用 每当夜班结束白天冷休时 不会陪伴长辈 并且遭遇孩子生活的你 今天小儿子教育队篮球赛开始了 我就说来帮他们加油 而且可以享受球赛 我们海公 我们海公 很想享受孩子的活动 从孩子小时候的联想啊 而且是可以获得重新 回到工作上努力的力量 然后他也会模仿整数军篮看 但是他还是很紧张的 这个腿 有比较能力的感觉 他本身有一种感觉 因为他也觉得他们还可以 可以绝望那个人 有一种感觉 但是他会帮忙有一些 第一个小孩不上 也会听死不上 然后他也会操作 地球赛看 但是他还是很紧张的 这样就会有令人感觉 因為我們許多歷史的事業 也是已經增加了 但是說實在這五多年來 我覺得最明顯的電話就是 我的女性同事變多了 而且很多年輕的女孩子 加入我們的行業 讓我們的工作變得更有張氣 現在對女性同仁的福利 也越來越多囉 包括第一 氣象局設置了一間哺乳室 哺乳時間視為工作時間 第二 依規定核發各項生活津貼 例如生育或結婚補助等 第三 核發各項公教人員保險給付及津貼 如生育給付 以及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第四 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合給生理假、產前假、免假、流產假 以及賠產假 第五 晚上十點到隔日早上六點 不指派認成或哺乳期間的女性公務人員工作 第六 透過訓練課程或各式宣導 內化彼此尊重、相互關懷的職場氛圍 營造讓大家能夠和樂與安心共識的性別友善職場 這些年貫營災還越來越多 因為我們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也越來越大 所以防災單位很需要我們很細緻的預報 讓他們去做防災的處理 因為民眾朋友他們生活上很多都很需要的天氣資訊配合 或者什麼是氣質的預報呢 就是要定時、定點、要定量 可以看到其實病不是這麼高級的電汗 事實上本來是在山區的附近 另外台南這一塊其實也是精神 花工種子裡面 定量就是譬如說下雨要準備下多少 大家都很需要這樣的預報 像現在氣候變遷喔 所以很多天氣背景都會改變情況之下 這些是天氣預報上的挑戰 抱不准我們會自我檢討 然後也在每次抱不准之後 我們去學習經驗 希望在下一次的預報能夠 預報再頂見 對我來說其實從小就受演講和朗誓的訓練 所以我對大眾說話並不陌生 如果到氣象局工作以後 雖然我有興趣可以擔任媒體發言 可是我發現最近有些不一樣 因為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專業術理又簡單的話 要告訴不同身分、不同工作的人 大家好,我們是中央氣象局 我用品南語,希望你再懂 然後你皮膚都更軟 然後你皮膚都更軟 後來幫大家去幫忙 祝福大家去幫忙 祝福大家去幫忙 然後要放下油啊 再包紙啊 然後你的皮膚都更軟 我在傳遞訓練的時候 我會非常助力去觀察 大家的表情 會知道他到底懂不懂 而且在工作之餘的外面 我也在做宣訪 甚至我在市場給菜 隨時隨地有人會跟我們親戚訊息 那我也都會告訴他們 我用我簡直簡單發誓時告訴他們 而他們也會回饋我 其實在很多交流之下 對口語的話或者把我們的話講 讓大家懂就是一種訓練 所以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除了工作效果我們自己以後 我們本身都會對自己要求 不懂得去做 不管是碰到冬天的寒流 還是夏天的颱風 民眾都特別依賴氣象預報 但是氣象局的預報人員 經常被外界批評為 聽起來很專業 但是有時候不太聽得懂 為了讓氣象播報更加口語化 氣象局內部最近展開了特訓 請來專業的氣象主播現場教學 從播報的口條到肢體動作 一次又一次的反覆練習 未來還要請造型師 幫這些預報人員打理形象 希望讓觀眾耳目一新 對… 不… 有… 有… 很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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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很高峰 … 五 四 三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这几天早上出门 是不是觉得天气好像比较凉了呢 快有一年就要过去了 不想你们觉得这碗蛋面清晨的天气怎么样 中南部应该就放清了吧 但是东部应该云量还是比较多 看起来因为现在还是吹东北风的关系啦 所以芙蓉三线台主要还是迎光面 不过北边一点芙蓉水气比较多 那看起来可能还是有点飘 那三线台那边应该就是云量偏多 不过碰碰运气 对搞不好还是有一点机会 应该挺多飘点小雨或梦花雨 但是可能不下个时间基本上会比较长 那看烟火基本上那边吹东北风偏多 所以芊蓉还是这样再上风去会比较入天 它的冬测或冬北风 我觉得基本上进来到明天 其实天气算比较稳定 可能要出入注意暖暖 那就是怕每边冬半边有点小雨 会不会伏心 那保暖就不出了这么多 今天晚上到年清晨 不论是参加跨年的活动 或是明天元旦清晨的活动 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的就是保暖 大部分 现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如果明天降下台风最靠近的时间 目前的声音有 会有电流声吗 然后往右转的声音音量会差很多 前和右 前和右 都OK了 记者会即将开始 现场请准备 五 四 三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随着台风直见靠近 气象局持续发布 今年西北太平洋上第11号台风 轻度台风白露的海上台风警报 身为女性 我很高兴 我不会只受限是一位家庭照顾者 在工作上 我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和特质 找到自己的定位 为社会贡献一级之力 气象局是一个重视员工专业与发展 男女同事之间 互相尊重与合作的单位 女性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兴趣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成为气象局的一份子 气象好魅力 邀您一同行